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卫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治疗咳嗽的妙方 最近几天我晚上老是被咳醒 但是两三点钟就咳醒了 我有一个妙方 这个妙方一吃下去 马上就好了 马上就睡着了 这个妙方是这样的 以前我们家是这样的 就生病了 一般的小毛病就是不去看的 像我老婆跟我都有这样的一种认识 人是有抵抗力的 就是说小毛病自己抵抗一下也就过去了 就一般的不去看 如果去看也是这样的 我一般的都是去挂专家门诊的 我是这样想的 专家门诊 专家 那个水平肯定是很好的 咱们还有就是专家了 他已经到专家这个程度了 他这个脑筋就不要动到什么 检查费啊 什么医药费啊 他就不要动到这个里面去了 所以你这样一进一出 其实你总体费用了 其实你去看专家了 有可能比那些普通的医生去看 还要便宜 这个是我多年的经验 我有一次就是咳嗽 咳嗽嘛 咳嗽一个多月 吃什么子壳糖浆啊 反正子壳药啊都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我想一个多月了 我是不是还有什么毛病啊 一个多月了可了 我当时呢就去好不了 我当时就去挂了一个 少医副医院啊 少医副医院在我们浙江是很有名的啊 少医副医院 反正 虽然杭州也是最好的医院之一吧 我就挂了一个 专家 名医 那个挂号费呢 有点小贵 大概是 两百大洋啊 两百大洋 我就挂了之后啊 我就去看了啊 去看了那个医生 给我看看看看 嗯 小孩子没事 没什么事你这个 这个没关系 你过几天就应该好了 我说没事 我这个 我说医生 我这个名医 我是相信的 我说晚上啊 这个咳嗽也很厉害的嘛 晚上睡不着觉 哦 他说那这样好了 我跟你那个 跟你说 你去这个超市啊 买点那个薄荷糖 无糖的那种 你如果晚上睡不着 你就 吃一颗 含一下 就好了 我说哦 真的啊 那名医书的话 我当然是相信的了 我回去之后 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 那个吃下去啊 真的 比那个紫荷糖酱好多了 吃下去之后 就不咳嗽了 晚上半夜醒过来 咳醒了 吃一颗 真的效果真当是好啊 这个是我这么多年来啊 我现在啊 就是一咳嗽啊 我就吃这个薄荷糖 这个无糖的 效果真的是好 希望这个我这个庙方啊 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拜拜